欢迎大家回到第四集的第三节的极度老策环节 刚才讲到柱头角尖 有些时候我们也分享一下人生的麻烦凡事 希望大家一起参考一下 不要说教人 参考一下 当然有一件事很悲哀 标题看到报纸 有一个人离婚受打击 他获配公屋 但不上楼 放逐睡街七年 最后暴施在旺角街头 事完几天前 有个男人他59岁 叫阿成 老婆离婚后被老婆子女抛弃 于是心灰意冷 受不了打击 自暴自弃 最后路边睡街睡了七年后就死了 这个人他老婆是什么人 他在内地认识 生了一对子女 其后那对子女和老母 就单程来到香港 住在牛池湾的彩云村 这个男人死了的 是送外卖为生的 不会太多钱 我现在也有送外卖 现在送外卖 应该最低工资都33.5元 你算上来基本上是做8个小时的 五条 也有批凡 照计数应该是过万的 也过万 有公屋的不需要睡街 应该是不用的 公屋都是两差 两差两差 在彩云村不用两差 如果是你住彩云村 那你是否要努力做一批东西 正常来计可以维持到自己一个人的生活 那你送外卖包伙食吧 你茶餐厅不包伙食 没有理由 你做麦当劳都任你食包吧 那当你花4000元 你给6000元养子女 那你都 其实是困难的 困难 困难 你还像你那样 你买一部V10的东西吗 你又说什么 我当然在你的伤心事 你买完没机会 减减减1500元 没有1500元而已 减减减心 没有提及这些伤心事 早买早享受 不过权哥所说的 早买早享受 这些东西 心灵照了 表你了吗 要省一千多元 先说一件事 那件事是这样的 然后他平时睡街上有高血压 靠调整纸皮卫生 于是他家人说他来婚后 老婆子女就给了一间公屋住 房住给底间他不住 平时就靠调整纸皮 街坊送食物饭盒 就给他救济他的 他就躺在花园街那里 一天就死了 于是警察发现了 就通知他家人 家人就来送他走 送他一程 就是帮他办一些身后事 就是办身后事 平时街坊就说他见面 都会有聊天 就有时不屈言试 有时讲几句 经常都跟别人说 放弃自己 很想死的 那终之就 真的死够了 因病就死了 有时他妹妹都会劝他 不要这样了 你回家住 他就觉得子女不要他 就死了就算了 他的家人就说他嫂子 就无情无疑 把他哥哥推上绝路 拿了公屋性的就离婚 就是典型那些 他们会觉得人家是这样的 最后他有心痛 见到哥哥 这样死了 离开了这个世界上 你听完这件事后你有什么感想 其实这件事我觉得他自己转流角尖多 真的 转流角尖 是的 想起来一遍而已 说真的 有屋为什么不住 为什么要睡街 你是向你太太做一个宣洩 自暴自弃 我做给你看 我多爱你 你都离开我 我没有人生意义 不如 像你现实所说 我真的走了去睡街 7年 睡这么久 他不是有地方不住 他本身有地方 真的不住 走去睡街 我觉得是自己想起来一遍而已 我自己觉得他一定是转流角尖 扔不开离婚的冲击 我留意到 你知我近年有很多网友 很多时候都会发一些message 或者发他有些东西聊天 想有些人 不想跟自己 是你明白的 更近的人聊 或者找你一个谈素对象 谈一下 或者可以帮他分担一下 分优一下 分析一下 我都以为你知跟人聊天 有两个选择 又可以想问你的意见 是怎样给你发达 通常是一个人跟人聊天 有两个选择 即是答他的人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举例 有人跟我说 我现在失业了 没有工作 很惨 半年都没有工作 找不多工作 很惨 没有饭吃 就跟我说 有一种人 就会有一个选择 就是跟你说 不行 你的老闆真的很惨 那样的 正糟糕 那些黑仔 然后就同情你 得到一个心灵的安慰 一种安慰 就是抒发了你 终于有人关心一下 科学分优一下 人会舒服一点 但说完之后 其实没有怎样醒过你 但另一种选择 就是我这种 我听你说中国 我就会在这架思 不断在这架構思 三年没工作 那你不敢做其餘的 真的驱书车 就是转行 虚无所使用 Stephen 知道自己取狡猾 然后如果你觉得递得六 那是呀 招 групп区 不愧疚 有些觉得不递一听 głos相信你 这个人说的也不递一听 你懂吗 狠乔 你的耳朵 我想说一个观点 为何我说这个个案 其实一个人生里 难免遇到对你不想好的人 我可以这样说 包括爸爸妈妈 子女 父母 兄弟姊妹 最想亲的人都会遇到对你不想好的人 其实所有人都会 所有人都会 别说朋友 上司 任何人都会影响到你 你同不同意 看报纸大人把 怎样 爸爸激勾的儿子 或者儿子斩勾的儿子 都会有这件事发生 当你遇到身边一世人流流长 有些人对你不好 影响到你 或者过去扔不下的时候 到最后是靠你自己 自己坚强 一定要想坚强 然后站在那里 站在那里 然后不要受那些影响 我们经常都经常说 找回你自己的人出来 好了 你如果 举例子这个人 他老婆子女 走的儿子 真的走的儿子了 厄够了什么都好 然后撇了他 好了 当他不支持你的时候 你就唯有自己支持自己 自救 唯有自救 你为什么还在想着 他整天都想着 给自己一个藉口 他因为对我这么厉害 所以我就睡街 因为我就是这样 不想做人 对自己 盼屁 其实 只要想深一层 不是他老婆子女 对他这么厉害 是自己对自己厉害 如果兄弟姊妹对他厉害 你是不是这样 老婆老婆对你厉害 你是不是要这样 不要说到兄弟姊妹对他 一个人在法律上结婚 最认親的就是你的配偶 就是你老婆 你老公 好了 有一天你老公 走的儿子 别理他了 走的儿子 外面认识了一条马 吊屁也好 什么东西也好 走的老公 你无端的吊屁 然后你很认识 人是真的会的 不会有这么理性的 为什么我老公 喜欢吊屁也不吊我呢 然后我没事 我明天就没事 我要振作 明天就振作 然后就振作 你这个过程 就是想很多东西 想很多幻想 怀面过去 怀面过去想土坠 一般乐视 一般令人流泪 一般令人流泪 分离 你还记得吗 我是老香港 然后就怀面过去 然后最后你就因为要继续去生活 所以你就慢慢时间冲淡这件事 最后就叮咚一声就像叮当那样想通了 我们找到什么法宝想通了 然后就没事 所以你尽量将你在这段时间的过程 缩短 到有一天你一定要知道 老公走路都没办法了 既成事实 你再增勾他 你再增勾自己 再说回以前 无补于事 说完又说 通常这些人是这样的 说完又说 不停地说 说几年都是说 最后一天你整天情绪这么差 你怎样会做事做得好 你告诉我 你失戀也试过了 我们叫这些不够精神 失戀 失戀 失戀有没有试过 有没有试过 叫做试过 试过 试过 唱首夜机 你又想到 你都很试图 你都很试图 很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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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长期在这种 这样痛苦的情绪当中 你认为工作会怎样 那段时间如果想起那时候 你提法勾回这件事出来说 很惨的 无心工作 本身自己在做这份工作 很有前景的 都放弃 转过去第二个方向 无所事事 那段期间 最多是有人陪 一来 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扮大人 又学人借酒销售 屌你了 嘟大啤 其实回想起来 真的很愚昂 很低能 很幼稚 想起那些事情 很幼稚 但那段期间 他人的心很痛 我知道 我试过很多次 真的很痛 比你更多 但 想起来 都是一个经历 你怎样将这个 当时的情绪 他有一天突然之间 会 无事呢 你之前说 我那段期间又会想 他走了 我可以认识第二个 就是这样 是不是自救 唯有 尽量去忘记了我之前 找一个新的一个 人呢 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program 其实我不能buy 那是老千program 我记得叫NLP的program 教别人 怎样去做很多 这些自我激励的事情 其实他的核心价值 就只有一个 就是自论师 自论师 不要让任何人影响你自己 也不要以为 你可以影响到任何人 我举例 譬如 我的朋友上过很多不同的program 我不是说个个都是这样 不过我朋友上过的program 就是这样跟他说 举例 例如 有人撇了你 你不要被他影响到 你首先 定位置给自己 你有个准则给自己 即是没有走开去其他路线 你定了自己 我开架 譬如我开架都要上班 我不可以开架到不上班 我不可以开架去买东西 我不可以这样做 你给自己准则 你有个底线 你不要像我们的朋友 有些失恋了 晚上两三点 见他在电脑旁边 在公司这样 不敢跌到地上 斜了 你见过吗 你见过吗 你说过我都知道 你见过他这样吗 斜了 不停地陶醉于网络游戏上 他不是陶醉 是罵醉 是罵醉 不敢跌 我们上去看一看他 研究究竟是什么浪 扭着一个人 麦克尔杰森 不敢跌 这么厉害 当我捉他 他跌不跌 然后喝大两杯 睡了一街 有银包有食 被人偷了 还在商量的时候 偷了我的音论公道 那次好像连演唱会飞 都被人纳钩 我记得那次是 即是举到紧 你没有准则定了给自己 你就会这样 所以你一定要 去到那个位置 你一定要定准则给自己 另外 人家影响你 你不要给自己 藉口 千万给自己 因为这样 所以你这样 你不要忘记 因为你自己搞成 不要跟别人的事 就先定了一个位置 第二 就是譬如我举例 有一件事 可能你做了某些事 对那个人 就说他很麻烦 然后就很耐心的自责 因为不知什么事 其实你要想深一层 他做了一些事 令到他很不开心 当然你最好不要做 第一个时候 其实他自己有自己的选择 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 我举例 例如有家公司 你做CEO才算 你地盘有20个人员工 有一天老板跟你说 喂 阿榮总 你当我做阿榮族 榮总 你明天20个人员工 炒了十二个 不行 很想帮忙 不想你炒了 不是你又没得做 那你又要下刀 会求自保就是这样 那伙伙计和你做了很多年 这些情况经常都会有 于心不忍 叫他去走 今晚他可能是老婆 老板刚生完 老板说 榮哥 不要帮忙 不要炒我 不行 不行 你的内心 晚上下班的时候 就吵你 哭乎乎乎 我会的 我会自责的 哭乎乎乎 别人这么帮你手 你转回来 你帮不了他 其实真是很大件事 是很大件事 这件事真是很惨 自己会揽上责任 我个人是会这样 真的会这样 是的 一般人也会这样 我自己也会 但是想心一层 在人的人生里面的选择 他被你炒掉 并不代表他不可以找其他工作做 可以代表 链的士 可以转行 也可以转另一间公司做 他颓废了三年 两年四年 有一天你在街见到他 蹲了他 借走消愁 老婆子也走 然后你又会自责 当年 你也想了解脑了他 老婆大门的儿子 走 跟着其他马路 现在借走消愁 我累了他 会的 你明白吗 正常是这样想的 但是你想心一层 其实 这个困难 是他自己有责任去面对 而 要解决 要解决 他不解决 然后终于借走消愁 这是他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你明明那个定义 现在会清楚 你明白吗 所以 有些时候你就是想 不要有借口 令到别人可以伤害到你 也不要有借口 你以为伤害到别人 其实没有的 大家独立一点 思想自己想得清晰一点 而每一个人 都要把自己定位给自己 不过我这种是比较 硬正一点的做法 不是这么容易做得到 可能要很硬正才行 要老练 要老练 其实要接触很多事物 才能锻炼到这样的 是的 我都是近这几年才想到这 个人都是比较迟熟 以前都是鹅鹅鹅的 都是黑的 现在都是黑 不过现在黑的思想 比较 改变了一点 理性少少 所以这时候你遇到这些困难 你不要再给藉口自己 去衰落去 你只要不给藉口自己就可以了 没有藉口的 你不要跟我说 因为他这样 这个世界上没有恩惠 我简单点说 其实没有 一样那么独立 你个人独立 怎样都不会独立 真的 独立就死 病死 其实是有得反弹的 病死也没法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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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定是没法反弹 你没有理由自暴自弃 说真的 现在我们经常常说 你一颓废 你就没有翻身的机会 没有 所以一定要自己 要强起你 你知不知 你独立得你 你应该没试过 怎样没试过 独立得人家怕了你 我真的没试过 我真的没试过 人家看见我掉头走 他不是掉头走 他不理解你 这个人在做什么 然后觉得这个人 做什么都不够 这个人做什么都不够 因为你的情绪不好 情绪不好 人家觉得 你知 这些人的事情 很多时候 不妨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 你说我改变了 你有没有留意到 他开心了 开心了 其实我又没有留意 你开不开心了 太熟了 始终都 我只是很感觉 你改变了 真的改变了 你开不开心 我就不太清楚 或者你暗地里 你自己 有不开心 有不开心的一面 但你不开心的时候 我觉得 不要这么多不开心 你开心的时候 一定要自己跟自己说 你在不开心的时候 我跟你分享一下 你不开心 就算你去喝一杯咖啡 吃一个蛋撻才算 你一定要跟自己说话 其实你苦一苦一苦 咖啡吃一个蛋撻 受眉苦脸 你会这样的 我不会 你一路吃东西会跟自己说话 我不会跟自己说话 不过我会喝的时候 我会心里想 你会觉得这杯咖啡很棒 蛋撻 很棒 你会一直想 为什么我今天喝到这杯咖啡 就是因为我勤力 不会 我不会的 我纯粹想一杯咖啡 很美味 你享受你当中其中生活上的一个时刻 每天你抽点时间享受你生活上的时刻 你就足够了 我那天就去吃东西 他煮的很好吃 我跟他分享 我说我都是one man band 其实你每天抽点时间出去就逗 逗逗的时刻 你就尽量在逗逗的时刻 寻求那种乐趣 即将个人放松 你可能见到报纸说话很吵笑 你怎么会吵架 你不是跟别人聊天 说很吵笑 跟粉丝说 你享受你每天的时刻 你起码将你不开心的事就抹掉 人人都有不开心 我问你有没有不开心 你也有 我其实有不开心的 但我自己放假 要么做运动 不做运动的 我又去饮饮食食 尽量找些好的东西吃 觉得自己应付得来 负担得起 而那个人又觉得 好吃的 那我就跟我老婆一起去 你现在处于一个不是不开心的状态 但好像阿诚 他长期拘捕了不开心 他累积得太深太重 你要想 当最难受到 你老公带你子女 走去 移民到外国 你找他都找不到 够难受到吧 很难受到吧 很难受到 崩溃的 随时跳楼死 看不到 可以这样说 以后都看不到 他走掉也不告诉你 你很难受到痛苦 我觉得没有痛苦 除了生离死别之外 你去到那个位置 你也要让自己重新振作 你要有很多思想去想 可能我心想 我给个信念 我会找到一个喜欢我的人 或是大了 子女可能会找我 或者我要做某些东西 去填补这件事 你从动力去做 并不是每人都走掉了 半年 一年 两年 两年 三年 如果在很长的时间 你都没办法 将这种情绪 去扔掉 慢慢扔 你不用一天扔掉 不如一百级痛苦 十 二 三 五 扔掉到最后还剩下四十 但四十不会令你死 减轻了很多 四十的痛苦不准死 你长期处于八十九十的状态 一百就要跳楼 你长期处于八十的状态 你人生就会玩完 负能量太重 我们叫负能量太重 就搞不成功 你做什么东西 做什么东西都是 头头不信 每一件事都不信你 你做人有什么意思 所以搞假下就想死 就是这样的 你这么多其他东西 你不去想 你一定要转是不开心的东西 没有人说你很开心的 你一百个不开心 你扔掉了四十百的不开心 加四十百的开心 反过来已经不同了 你个人已经不同了 你九十百都要不开心的 你又再说完 又说三福屁的时候 就很糟糕了 其实你说我不同了呢 我以前身边很多这些人 都会跟我聊天 我亦都会跟他们聊天 你知我小时候很喜欢吹嘴 我们小时候吹嘴 整天去村口聊天 我们小时候的活动日是吹嘴 吃完晚饭就下街 去村口或是机舖门口 从开始聊天 煲烟时喝茶 不是聊一小时 是聊半天 聊到两三点凌晨 聊到半天了 那时候我们吃完晚饭 都是八点凌晨 穿一对拖鞋就下街了 聊聊聊聊聊聊聊 不知为何每晚都有这么多事情谈 是的 不知为何谈到两三点 谈到两三点 在篮球场也好 在公园也好 什么都谈的 什么都谈的 所以呢 不知为何那时候谈得多 令人变得吹嘴能手 我想也有关系的 我应该是最能吹嘴能手 可以这么说 我跟不同人吹 除了你之外 眼镜庄也很能吹嘴 他很能吹嘴的 眼镜庄也很能吹嘴 应该我跟眼镜庄最能吹嘴 对任何人都可以吹嘴 我跟这个吹嘴能手 每一个层面都可以吹嘴 所以才能练出来吹嘴的功力 还有他有个花朵在我们朋友圈子上 叫做博士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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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不认识的便可以 有Google没有认识 我经常说 有Google没有认识 有Google没有认识 你Google搜寻到所有东西 你不认识就看 研究 总而知 我认识 他不认识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有得着 你不认识的东西 你不认识的东西可以问他 他不认识 他不认识 但他会尽量解答到你的 也解答到你的 还有我有时候觉得好玩 又会问你的朋友 这个是真的 你很想玩就试一下 你不认识 我看到朋友突然认识 然后变成了拳手 还很大年纪的拳手 他有个朋友 我真的没有想过 成为了运动员 狗哥 狗哥说 几十岁 上擂台 立即像是运动员的 他很厉害 他很厉害 36岁 36岁 37岁上擂台 37岁 38 很厉害 很厉害 不是说笑 上擂台 比赛的 还这么大年纪 真的不说得少 你怎么这么厉害 我都抽到几次了 你那些皮毛的东西 你不认识 你都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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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老板华那些差得远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他玩了两场 我差不多 你都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多辛苦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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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星期再和大家聊 我们 星期三 我们直播选了一个时间 遲些要1月 我们选了一个时间 哪个时间做直播 你安排 我安排 我都不想做直播 时间这么晚 因为 你知道 小孩要上班 第二天要不跟你 我们下集 请个嘉宾出来 什么嘉宾 我们思考一下 大家想说什么话题 我们下个星期 拿出一些话题 大家听完之后有得着 好啊 例如 我举例 改变自己 认识男生和女生 认识不了人 为什么男生认识 也认识不了女生 为什么这个女生 遇见 遇见 都是狗欺 有很多女生 十条 十条都是狗欺 很奇怪 你本身外表不差 人品不差 为什么认识都是狗欺 对 你也认识不少这些人 我们试试链 试试链 某些问题 我们谈得深入少少 好吗 我们试了几集 warm up 或四集 下集开始 深入少少 你安排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极度老插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